国内的疫情最近又有点开始紧张 不过也有好消息 就是第八轮的疫苗即将开打 这次打的是AZ 接种的时间就定在9月15号到9月23号 包括了9月10号前曾经打过AZ疫苗第一剂 间隔满10周的民众 这次可以打第二剂了 也代表说不少75岁以上 第一剂打AZ的长者们终于等到第二剂了 另外就是7月19号前 医院登记过AZ疫苗 18到22岁的民众也可以施打第一剂 而这两类的人加起来 大约有157万人 而这次AZ开放的剂量 大约有100多万剂 而如果在第八轮打不到 陈时中也透露了 第九轮可能就会打BNT疫苗 等问题的民众也可以选择高端 80多万剂AZ疫苗陆续抵台 指挥中心也如火如荼 规划疫苗施打 第八轮开打AZ疫苗 接种对象包括9月10号前 打过AZ疫苗间隔满10周的民众 可以施打第二剂 这类对象也有120万人 至于7月19号前 医院登记过AZ的18到22岁民众 也可以施打第一剂 人数也有37万 从9月10号上午10点开始预约 截至12号中午12点 接种时间则定在9月15号到23号 但符合资格的75岁以上年长者 占多数他们也只能网络预约吗 当然我们会跟地方政府 大家来再研究一下 怎么样来打 那上网直接预约也可以 那直接照我们的名册 由地方政府来通知也可以 就是这个量够了 我们大概就会这样开 这个大概100多万吧 100多万剂AZ 如果在第八轮打完 那下一批疫苗何时到货 7月19号以后 有医院登记的民众 又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打到疫苗呢 开完了 那当然再有要开第一剂 就会从7月19号以后 有登记的再来看 现在就开始有BNT了吧 指挥官陈时中透露 第九轮可能会开放 施打BNT疫苗 但会开放给谁 还在讨论中 等不及的民众 也可以选择高端疫苗 原本高端接种截止日 是9月6号 但因为还有剩余量 再延长到11号 满20岁的民众 都可以自行到医疗院所接种 现在国内目标 不单单是提高第一剂涵盖率 更要充高完整接种率 国内有专家认为 在疫苗有限的情况下 应该让50岁以上高风险族群 在冬天以前 尽快打完第二剂疫苗 才能应付疫情变化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